我們的重機是因為我們的圖員從小就很喜歡 就是元宵節過絕的氣氛 然後因為可以去欣賞那個燈繪 然後小店家也都會販賣很多那種傳統的小型燈 可是我們長大以後那種就是這樣的氣氛好像越來越老 然後也很難找到店家會賣這種小型燈 本校就是每年都會參加那種全國創業花燈競賽 我們幾個圖員就是想法都很一致就是懷舊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有幫我們參加 然後再製作大型花燈的時候 我們就是想到如果可以將這種大型花燈把它縮小 然後簡化它的線條 原本的設計就是用另一種形式做成宣傳的那種小型燈籠 然後就能藉由這個造型設計 就是有其他用途不單只是就是百方式的大型花燈 那在造型設計的環節我們有參考Tanon的免費紙模型下載 然後他們就是有很多類似設計的作品 然後我們就是更了解那種解決問題 還有組件的構成 就是我們建議出來他們的模型然後組合成實體 然後拆開來這樣研究 我們在下的坑層各頁上速的設計及製作工程 都非常努力 從前製作業到後製執行 各類學習單元都能在各檔中得到解決的方法 並行做專訪老師的設計 我們的課程有產業的服務 學習單元有製作規劃流程 出面整理和換行 平面進行造型設計 我們的電腦溫泉使用的軟體是Adobe的Statel和Adobe的Poto3 我們專門一副Iron都是造型設計 除文電瓶食物是體合式 我們的財產選擇是機卡 只做了整個小型生存的財體 那因為它是很好財間的財體也很好年輕 跨跨性也不錯 所以我們決定以它做為主要的年財 登山線路呢 我們本小組最後決定台東文系列中南得到的 寶財針燈泡主 因為如果力體而做單貫燈泡 或者是實現取得的時候也相當的方便 也符合我們的需求 力體構成呢 我們參考並藏制了許多力體構成的方式 最後更不同的一件透過了整個信用的程序 像是指標器、單滴線綿或是指標器 那首次裝置我們之前參考的AutoMata 也就是自動裝置中的裝置 很能表現出展示非常的效果 那因為裝置需要很大的裝置空間 一直都做成簡易而且不斬光線的操作方式 數位放射 先確定它的實機大小 接好之後在上面包上不安安線條 再投入平面的展開圖 手描進去電腦完成 小組的工作分配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做我們的點線面 其中間構成的概念比較好的同學 負責我們的主題構想還有我們的圖考設計 然後手工比較尖小的同學 負責我們的製作還有我們的組裝測試的部分 我們馬的主題就是一開始我們剛剛就是用我們的C卡子去 依各個部位去做 做起來以後再拼裝成一根馬的草 然後再拆開掃描性電腦以後 再用Adobe也要是推特搭線以後再上載 我們在作體做的上面其實沒有太大的困難 因為它是平面的 主要是因為長到電腦裡面 然後它的電腦跟花紋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我們的創意課實在說我們有加裝了一個 就是手動裝置 就是它與外面市面上的那種小型的模型燈籠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除了可以發光以外 就是還有可以增添一種就是手動就是操作那種娛樂性 我們很榮幸可以參加這次的專題製作競賽 因為就是在製作過程中有就是學校課業壓力比較大 就是三星學校成績盤也會掉下來 可是到最後我們還是有不錯的成績 所以感到很很欣慰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專題製作的競賽 但是我沒有想到我第一次參加就可以入圍 但是就是入圍 然後謝謝我們的通圍的族員 成為女主義 然後還要謝謝我們的老師 因為我們沒有付出的幫忙 最後還要謝謝平山老師對我們的作品 我今天是參加專題製作競賽 其實很開心的講 清潔算你自己也覺得 來一個非常進展的地方 每天發生我們那個時間和自己的時間 然後我還有發展 我非常開心 他還有他的官員 有那麼好的成績 所以現在關於紫模型或是自動裝置 在用買或是去網路上下來都可以有很多很棒的作品 但是這次他們三位選手 用自己的創意還有決心發展 順利出自己的紫模型 那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經驗 那希望他們接下來可以繼續進入比賽的經驗 所以這次參加比賽的這三位同學 因為藉由一個花旦的比賽呢 來發揮這些比賽的創意 那藉由這些創意呢 他們希望可以創造出一些普通的 或是一些比較有創意性的一些立體作品 那希望透過這次的競賽呢 也希望你將他們的創意發揮到更好 那希望這些競賽可以帶給他們未來那種更多一些發展的可能